3月1号开始呢 农委会是禁止新的四组来饲养比特犬 不过这禁令才刚上路 新北市就有两只没有植入晶片的比特犬 遭到了弃养 新北市动保处将会重罚15万元 并且也提供了7.5万元的检举奖金 就是要杜绝弃养的外风 狗狗被绑在电杆上 摇着尾巴仿佛在向人们求救 他是3月初被民众发现遭到弃养的比特犬 3月1号开始 农委会禁止新四组饲养比特犬 不过没想到禁令才刚上路 新北市就有两只比特犬被弃养 对此动保处祭出重罚 我们有提供了这个检举奖金 就是把这个弃养的这个罚则 以最高15万元的做裁罚 那如果有提供我们相关的一些市政 如果确证属实的话 我们会把一半的这个裁除的奖金 7.5万元来提供给这个 来检举人 新北市动保处也提供比特犬的饲养终身专案 不过前提是要合法饲养 包括免费的一些狂犬病的注射疫苗 这是终身免费 那另外还有一些终身的一些医疗的一些服务 那另外因为比特犬的他的一些训练行为比较特别 所以我们也会埋合一些特别的一些训练师 到府上来教你们怎么去饲养这个比特犬 那另外如果说饲养最后比特犬不幸最后往生的话 那我们也会提供最后这个火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 不只比特犬 根据动物保护法第29条 只要随意弃养动物 就可以储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的罚还 提醒民众应该尊重生命 既然决定要饲养宠物 就要照顾他一辈子